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随着草叶子起伏如波 消影无踪 这石子太小了 大不似兔子 路测低头在地上扫尸了一圈 弯腰剪了块更大的 两人一路向前 没多大会儿功夫 战利品中又多了一只张子和兔子 温柔笑道 这就够了 打多了可吃不掉 再往前走了看看 路测瞄了一眼手里的猎物道 但我们吃是足够了 但难保那些暗卫文件香气 不想来沾光 说的也是 温柔点了点头 跟着路测继续往前 路上还时不时地停下来 采摘一些蘑菇 姜果和野菜都兜在衣上 两人没走多远 忽然望见前方有一层薄薄的白色雾气缭绕浮动 趁得整个林子更显轻幽缥缈 此刻天色快要黑了 林子里的光线原本就比较暗淡 眼前这犹如仙境一般的美景 瞧上去多少也让人感觉有些神秘灵异 只因那雾气是不断流动变化的 若是不靠近些 完全无法看清这雾气后边 掩着的是什么 你怕 路测感觉到自己的衣袖被温柔抓紧了 呃 温柔很想否认 但最终还是点点头道 说不怕是假的 但要说很怕 也是假的 路测文言淡淡一笑 腾出一只手来 握住了温柔的手道 我想前面只是个暖泉 才有这些白色武器 没什么可怕的 暖泉 温柔眼睛陡然一亮 害怕早就泡到脑后去了 拖着路测行了几步道 我们去看看吧 两人穿过白雾 果然有一池温泉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那白色的雾气就是从泉水里蒸腾出来的 温柔蹲下身 拿指尖试了试泉水的温度 觉得微微有些烫手 但可以忍受 不禁喜笑颜开道 我正想洗个澡呢 路测盯着他 面色有些古怪 难难重复道 洗澡 对啊 你 温柔话刚脱口而出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 这年头的女子 应该是宁愿脏死 也不愿在露天的地方 落露出自己的身体吧 可是 她真的很想洗个澡 这一路封尘 让她总觉得 脸上蒙着一层灰土 十分不舒服 你放心洗吧 路测这次没有取笑她 而是飞快地转过身 我在附近转转 等你洗好了叫我 说着 她不等温柔回应 就快步走了开去 温柔望着她消失在白雾之外 再转头四下看看 见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才在温泉边上 挑剑了一块 割放衣裳的大石 宽衣解带 此刻 那浓密的白色雾气 带给她一种很安全的感觉 何况有路侧在附近巡视 用不着担心会有人偷窥 即使有 内人除了白雾外 也完全看不清什么 于是 温柔很安心地 撩了点水泼在身上 等适应了水温 再慢慢地近身其间 这温泉不太深 半蹲着身子 泉水刚好淹过头颈 浑身酸痛疲惫的时候 泡个微烫的热水浴 会有多么舒服 就不用赘述了 温柔 只觉疲劳 顿时削了一半 完全不想动弹了 静静地在水里泡了一刻钟 才伸手解下发簪 披散了头发 慢慢清洗起来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四周景物都模糊成了一片 快要看不清了 温柔 这才不情不愿地 从水里起来 裸露的肌肤 被冷风一吹 他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发起抖来 急急拿帕子 勉强抹干了头发和身子 刚穿上衣裳 就瞧见不远处 有火把在那里晃动 还有隐隐的人声喧哗 你们 做什么呢 半个时辰早 暗卫首领的话语 顺着风 断断续续地飘过来 糟糕 这暗卫首领 大概是以为 他们要逃跑吧 温柔来不及 晚上湿发 就匆匆往亮处跑去 这边 暗卫首领 微眯起眼 打亮着面前 这个趁着缭绕雾气 覆手而立 被凌峰 俯得一席跑动 似乎飘飘欲仙的男子 不得 不承认他的模样 只能令人联想到 龙兹奉智这个词 但此人再出色 眼下也只是个侵犯 若不是顾着 陆大将军的颜面 陆侧听见 身后草丛轻响 又见眼前的 暗卫首领 和他身后两名暗卫 突然将目光 淋在他的身后 不禁皱眉 微醋道 仅三位 远退实障 在后上一刻中吧 凭什么 其中一位暗卫 沉不住气 开口想要训斥路测 让他知道 自己目前是什么身份 但陡然对上路测 那带着几分杀气的 凌厉目光 不知怎的 话语竟卡在喉咙里 再也说不出半句 他不是被陆侧 目光里的杀气吓到的 而是被他身上 那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威慑力 给震住了 愣了一愣之后 还带再说 却接收到安卫首领 那警告的眼神 不得不再次将话 咽了回去 恨不甘心地 跟着退灵 看着这三人远去 陆侧才回转过身 瞧见头发 还在湿搭搭 往下滴水的温柔 不学轻摇了摇头 温柔 先前没敢插话 只站在旁边看着 此刻 见路测这副神情 不禁低头 打量了一下自己 是不是 衣上没穿整齐 结果 不看则已 一看顿时黑线了 原来 他跑得太快 连鞋都忘了穿 光着一双脚 踩在草丛里 露出了洁白的脚趾 我 哪怕温柔的观念 没有古代人那样保守 这样也会觉得有些尴尬 缩着脚趾往后退了两步 我去找鞋 你烤火吧 我去 路测无奈一笑 向温泉边走去 温柔这时才发现 路测已然生了一堆火 火上架着一只洗拨干净 穿在树枝上 烤得半熟的兔子 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 于是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走上前几步 想要将那个兔子翻个身 但随即感觉有些不对劲 具体哪里不对劲 一时半会儿 他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路测取了他的鞋子 回来的时候 看见他愣在火堆旁 游魂天外的 不禁问道 你发什么呆呢 背着一问 温柔脑子不知怎的灵光一闪 顿时就想起哪里不对劲了 于是指着那兔子 有些结巴道 你 你在哪儿洗拨的兔子 要死 不会在温泉那里吧 自己怎的一点都没察觉到 但路测会是这种人吗 就算不是 自己洗澡的时候 他在泉边洗拨眼味 似乎也会感觉让他很炯 路测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脸上立刻露出了一抹 不怀好意的笑容 你想到哪儿去了 温柔更炯 尴尬了半少 反问道 难道不是吗 嗯 路测不答 只是将鞋递给温柔道 穿上吧 别一会儿伤了脚 温柔接过鞋子 背着路测坐在地上慢慢穿上 随手捡了根树枝 在泥地里画着圈圈 好了 别想了 路测一线衣袍 在他的身边席地坐下 将一样物食递到了他的眼前 这是 温柔揭在手里一看 水袋 嗯 路测点头 奇异不言自明 温柔再炯 果然又是他想歪了呀 可是谁知道 路测会用水袋里的水洗拨兔子呢 想到这里 他歪着头看了看火山烤的兔子 再看看手里那只容量不太大的水袋 最后 偷偷瞟了两眼 路测 迟疑道 那个 你不介意把这只兔子 送给那些暗卫们吃吧 路测微微一笑道 正有此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言情小说 红杏谢春光 当晚 众人就在暖泉边上的林子里歇下了 一来 借点暖意避寒 二来 也能轮流 洗洗一路的风尘 紧爆去浑身的疲劳 不过 暖泉里的水 明显是不能喝的 暗卫们 只能四处找寻 清烈的灵泉 或是溪流 再将各自打到野味 洗拨干净 温柔坐在火堆边上 将水囊里新灌的溪水 倒在绝出的泥里 慢慢地搓着泥团 路测坐在他边上 颇有欣慰地看着他 将湿泥团 全都包裹到 洗拨干净内造 却又没有去毛的置机上 问道 不拔毛 做出来能吃吗 能啊 温柔笑道 要是再裹上一层荷叶 味道更好 其实这就是后世里 几乎人人都知道 做法的叫花鸡 流传很广的一道菜 在这种没有过碗瓢盆的时候 最适合做 温柔将制机埋入火堆后 又顺手挖出了 先前埋下的山药 山药已经烤熟了 很烫手 它简直拿捏不住 虚着气 抛了一个给路测 便将留给自己的那一个 放在一旁带凉 进了手后 它再把洗切串好 搁在洁净树叶上的张子肉 拿到火上去烤 不一会儿就烤出了油 滋滋地滴在火上 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气 闻到香味的那些暗卫 都悄悄拿眼 往他们两人这边的火堆探望 虽说先前 路测已经很大方地 送给了他们一只烤兔 无奈人多肉少 一克中都不到 就分吃完了 不但没有解了馋 反倒更勾起他们的食欲 当然 他们自己也有吃的 生气火堆上 也烤了不少的炙鸡 野兔和张子 可是 有性急的人 没烤熟就开始肯吃 也有性慢的人 将好好的野味 烤成焦炭状 无法入口 味道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温柔烤出的那只兔子相比 温柔完全没注意到旁边那些锤炎的目光 他慢条丝里地将张子肉上烤出的香油 滴在洗净的蘑菇串上 又随手在身旁抓了一小撮盐 均匀地撒在肉串和蘑菇串上 继续放到火上烤 路测吃完山药 挪过身子 做得离温柔更近些 接过他手里的烤串倒 我替你烤着 你先吃点东西 垫一垫 嗯 温柔点头一笑 拿起那搁的有些微微烫手的山药 剥了皮就慢慢吃了起来 目光四下里一瞟 却瞧见有名暗卫 不知在哪里掏了炙鸡的窝 捡了不少蛋来 埋在火里烧烤 便连忙将路测手里已经烤熟的烤串捡了些出来 撒上碧绿的野无虽 再挖出一个熟山药 一起拿到那暗卫面前 我可不可以拿这些东西和你换些炙鸡蛋 那暗卫一愣 原本想要拒绝 但烤串的香味顺着夜风飘入他的鼻中 有的他口水差点滴了下来 不由自主就点了头 拿了四枚炙鸡蛋 换了温柔手里的烤串 怎么 想吃烤蛋 路测望着温柔走回来 微微笑道 不是 温柔摇了摇头 眼巴巴的盯着路测的衣裳道 能不能把腰带给我 这个要求实在出乎路测的意料 不过 好在温柔要的是腰带 不是裤带 他二话不说 就解下来递给了他 然后看着他将那四枚炙鸡蛋 在腰上附成一串 往暖泉那边走去 等等 路测站起身拦住他道 你上哪去 温柔提起手里的蛋串道 把这个泡到暖泉里 他想煮温泉蛋吃呢 路测倾咳了一声 结果那串炙鸡蛋道 陆黑 我去吧 嗯 温柔笑着点头 嘱咐道 不要泡太久哦 这一顿夜饭真的特别丰盛 狡猾鸡 烤兔 烤章子 烤蘑菇 烘山药和温泉蛋摊了一地 不但荤素搭配 而且营养还很均衡 饭后还有丛林间摘采来的 酸甜适口的野果 温柔吃饱后靠坐在大树上 满足地叹了一口气 抬眼见茂密的枝叶间透下淡淡的星光 耳边清响的是天籁般的风浮树叶声 不禁响起在山林间节庐而居 沉起听鸟鸣 夜西蚊虫营的舒适日子来 可惜再过两天 他就要到京都了 等待他的 是胃部的胸疾 早些睡 明天一早还要赶路的 陆测在他身旁轻声说话 又脱下自己的衣袍 盖在了他的身上 我不冷 温柔想要拒绝 可是对上他那双在火光跳跃中 犹如星辰般的掩饰 就知道自己是绝对无法拗过他的 只能将他的外袍在身上裹紧了些 担心道 你把衣裳给了我 自己不冷吗 陆测摇摇头道 我一向不怕了 温柔低下头 见他的手就搁在了衣裳边上 不由自主 就将自己附在衣裳下面的手 缓缓地探了过去 一点一点 探到了陆测的手边 陆测感觉到他的肌肤碰触的那一瞬 眼眸陡然一亮 心里躺过一阵 令他心跳加速的暖流 煞食席卷了全身 他立刻手腕一翻 反握住了他的手 两人深周不远处都是暗卫 这样的举止实在是大胆至极 何况这还是温柔第一次主动 他不禁低下了头 唯恐被人瞧见脸上的红晕 和唇边的笑意 只是心里那种带着点战力的喜悦 是掩不住的 他只能深呼吸 再深呼吸 来缓缓平息 自己那如骨的心跳 如此静美的时光 若是能长久 该有多好 温柔不知不觉闭上了眼睛 感受着指尖传来的陆测的体温 还有那附在他身上的 淡淡的薄荷香气的衣裳 这一刻他心里满是对上苍的感激 也许穿越这一回 真的只是为了遇见路测 为了这山林间难忘的一夜 同一片夜空下 有人沉浸于两情相悦的欢喜中 也有人深陷于自己酿旧的苦涩里 沈梦怡此刻鞋椅在雕花栏杆上 抬头望着那繁星闪烁的夜空 心里却满是愤恨 他真的不知道 一切怎么会变成 眼下这个样子 只是一转眼间 路测飘然远去 陪伴在另一个人的身边 而他也做出了所有断绝自己退路的事情 真的无法回头了 嫁给石磊 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而且他当时表现出了万分的坚决 简直是非亲不嫁 原因自然不是父母想要的那样 为了找回颜面 其实要是路测肯回心转意 取他过门 哪怕将他的颜面 丢在地上任意见他 他也心甘情愿 偏偏路测不愿娶他 父兄又不可能依他的意思 去对付路测 那么他只好选择嫁给石磊 因为他有御史的身份 能够上书弹劾官员 况且他耳根子又软 没有主见 更没有头脑 他吹吹枕边风 很轻易地就让他在头昏脑热之下 写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奏折 承到了雨前 区区的欺君之罪 断不了路测的性命 甚至也断不了他的前程 这一点 沈梦怡心知肚明 他真正的目的 只是想除掉那个讨厌的温柔 他得不到的东西 也不想让别人得到 尤其是不想让各方面条件 都明显不如他的温柔得到 他深信自己了解路测比任何人都多 也知道路测绝不会因口腹之欲 就喜欢上一个人 那么 这个除了能做一手好菜之外 样样都不精通的温柔 又凭借什么吸引了路测 想不通 更不愿去想深究 只想看到这个人消失 消失在路测的身边 消失在人世间 哪怕路测会因此而恨他 也比漠然无事要好得多 沈梦一咬着唇 开始在心里盘算 温柔还有几天就能被压界到京都 而是 圣上又会怎样处置 这个当初拒绝进攻 又欺军往上的平民女子 狂是想想 他就觉得很快意 也只有这种快意 能够将他心里那种极致的痛苦 给暂时压制下去 只是 偏偏有人要杀风景地打断他的思绪 他那个令人厌恶之极的夫婿 不知何时走到了他的身后 用他那轻浮的声音 带着笑轻缓道 夫人 时针不早了 咱们还是早点安歇吧 这一刻 沈梦一完全控制不住心里的厌恶情绪 将往常的书雅真弦都抛到了脑后 转过头去 望着那张长着浓眉蒜鼻 笑得无比大索的大扁脸 弹口微章 吐出了一个字道 滚 听众朋友 您刚刚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红杏谢春光 作者何枣 演播柳沁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